走勒 插一插 各位同心大家好 剛才秘書長說的,說牛身材 我們若敢去中間 要去做社長的 自己就去後面 辦公室那裡 中理辦公室那裡 在牛身材 有身材 處理你的社長的事情 因為我們今年四個月的心 希望人比較多 逐年的心是三百多的 既年的時候 是七百多的 我很希望今年我們去的心 一千塊以上 那這樣心,我們不要說我們 每年我們生長 希望我們同心去 都穿這首座 這樣比較好看 這個精神也可以拿出來 像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日本朋友看到我們 百五個 哇! 都這麼經濟 在進行巡視的招待廳的時候 百五個月我們摘得住 從頭前看的很漂亮 那精神都表現出來 那日本朋友 五六十個來看 嚇一跳耶 我們 至少我們已經先生多人了 我們跌在死 跌在死 跌在死 我們已經讓日本人感到很感情 所以我們這邊 今年四、四、五、二、八 我們希望說 我們去交流學會 跟AIT 去成立我們的請願書 跟抗議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表現出 台灣民進府的精神出來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 五千塊一層協中 實在是很小的 你看補助的最近 不是說什麼五千 六萬塊一層協中 想到我 也要一萬塊 我們這五千塊而已 國民黨說 想救也要一萬塊 叫我們五一塊 我們要一半 不管我們 我們從來 我們的水 都絕對美國 都是來減一半以上 我們要 很有錢人開 因為什麼 每一個人都不能貪污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如果這樣 我們就很多錢人 用 用對每一個人的幸福心 每一千五年 都不能浪費 這是我們現在要說的 遺症 要怎麼變 這平的工作 這平中 我們有貪污的 抓到 撥行 都是四行一路 所以這個 大家 不管參與完 或是官員 都一樣 我們自然 就很多人 來做我們台灣的建設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 在那個 哪像說一個 哪像江峰 哪像米蕾 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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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配合什麼 紐西蘭的建設 紐西蘭 沒有化學工廠 沒有化學肥料工廠 沒有化學農藥工廠 整個國家 水到哪像 我們很希望 將來我們台灣 就是像 紐西蘭 我兩千空一年 去開花 我跟紐西蘭的朋友 說 哇你們那厲害 從我整年都穿去 整年都穿去 整年都穿去 一個國家 怎麼說 你們五十年前 你們台灣也是像這樣 你們像五十年前 我們台灣也像這樣 沒有五十年前 但是中國還來到這個地方 中華沒有體制裡面 根本都沒有關節 沒有空節 人衰這個 工廠街去跟我們 遊覽這個社會 賺很多人都是 社會成本 都由每個人來 承擔 那是不對 好 我們這裡說真的 大家都有一個 這個 遺選編制 是沒有 這是 就是變成跟執行 是沒有 我們遺選的理論 我們有很多 最早最早的 叫做績效預算 之後 在六空年時代 就開始有這個 叫做PPPS 這個計畫設計預算 後來也有 發展很多 零基預算 有什麼 都是做改進的 但是根本上 跟PPPS 要是 一直都在執行 像 世界人民也一樣 世界各國 那些人說 國家 要把世界人民交錢 包括我們 包括中華民國 貼士典國 進行 如果大型的建設計畫 要把世界人民交錢 都要 變一個 那個 類似 類似這個PPPS 的 遺選回 然後裡面 要做成本 好業的分析 這樣 我們 從頭看去 這個PPPS 會變這個 遺選的 原則 有四點重要 第一點就是 經商收集 跟這個 資本收集 都要並列 在預算書裡面 要說得很像 經常收支 經常收入 就是這個 稅收 每年每年都有 在稅收的東西 支出的就是 我們 人 人 有肥 入肥 像 副花粉 印刷 有的 沒有的 這就是 經商 支出 資本收集 就是說 我們 跟司公 有 政府 如果是有 一種 自常性的 建設 像 建設一個 看法的大橋 像 西里大橋 看法的大橋 他有 貴落費 收集 就是 資本的收集 當然也有 國營事業的收集 那就是資本的收集 再來就是 這個技術 我們要進行 空港 還是海港 的建設 還是道路建設 這是資本的技術 就是說 實時建設 就是 real construction 這個東西 construction 就是 用水泥 用工 工體 來建設 工廠 這就是 資本的技術 這樣 這都要平裂 在這個議選 裡面說得很清楚 經商 經常贈一個 資本贈一個 到現在經常贈一個 支出收入 中 中 計算的時候 這個收集 都要平衡 平衡 要balance balance 我們說balance 是英文的balance 一樣 普通這個東西 在第二點的原因就是 到底是要扭出 圍擠 還是要扭出 圍擠 在中間 美國體制裡面 都經常說 扭出 圍擠 花多少錢 你把它花多少錢 沒有錢才會想辦法 這是 他們的關節 但我是比較希望 我在學術界 跟別人 辯論的時候 我希望說 要用多少錢 我們多少錢 才花多少錢 特別是地方政府 不能說 我們有300億的收集 要花600億 如果這裡去糾錢 糾錢才會一台去負擔 這扭執為出 也是一個辦法 中共一國就是說 經濟發展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經濟經營比較好 稅收會比較增加 像一九九空年的時候 房地傘很熱烈 很熱烈 很熱烈 要經過頭文館的 這個土地經營收的稅收 在老房幼時代 經營到中間一百億 一手就不知道要怎麼開 所以五百開 四個開 五百開 讓條文館開了 這樣 這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以前 但是 你當你經濟經濟經濟 比較壞的時候 稅收不足 按照得利息 稅收不足的時候 有稅子 但是稅收 有僑收的時候 你就有營餘嘛 這中間是等級 要平衡 但是 往往是 不管是中間政府 還是中間政府 在這間中間 稅收如果僑收的時候 就一直拚下去 開到沒有一個程度 現在不足的時候 再來欠職 欠職的時候 再來銀行貸款 那些是什麼 發行公債 特別是中間政府 所以這樣的時候 就等級來說 累積很多政府 這次的政府 累積台灣 累積的政府 很大 我們看中央政府 他說五條 這樣 這次已經接近五條 政府差不多 八千億 累積起來 載入政府 這樣 前後 這是五六條的 這個政府 政府 是 我們這次經常在說 通計所需的 是我們的 審計部 審定的 這裡 但是 武行中的政府 政府 將近二十條 左右 在十年前 國際 差不多 十三四條 但是這幾年 澎湃 時 偏偏 每次都國際 他說 將近二十一條 我如果這樣加上五六條 到現在七八條 這樣 所以台灣的經濟 變成台灣的災情 變成說 fore 境況 оченьnatural 捡 有一天 我們接手的时候 jos講 對我們沒有信更多錢 反正我們要去 認真的去 借這錢 信 Aquí franch zijn 民眾 都是欠民眾 我們像公儀 我們發展共渣 發展很大 こう 我們像這樣 公共 摄! 北流? 早就跟 精手來 用四十年 都沒信 民眾的錢 国有疫情跟我同样 我们家在路边的禅 去挂一些去做路 已经40年了 都没收百分 都没收百分 已经40年了 都没收百分 也没算力了 到时候真的给你补偿 补保障的时候 或是照片书时 或是当时正习的时候 就给你了 这是不应该 这是不公平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要做人的价位 不管是京商之策 还是这个 我们的资本之策 特别是资本之策 建设 工程建设方面 一本比 效益 所发挥的效益 一定要带到什么 带到你建设的成本 这样才可以进行建设 这个我们大家看 在讲成本好的分析的时候 就再来讲去 第四个原因就是说 每一个价位 每一个建设价位 都要有替代方案 要有替代方案 要有替代方案 如果想说 要做一个下水道 卫生下水道 可以说不到有替代方案 但你卫生下水道要怎么做 做到可以更成本 然后再发肥更大的效率 效益 这你就不一样的做法 要用什么材料 还是要用什么施工办法 施工办法 这就不一样 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不同方案 所以我说 一个大型的建设 不是说马上要做 就做下去 不是这样 是当年一年两年以前 就开始有这个构想 这个构想 这个构想要经过研究 专家研究 评估之后 这决定要怎么做 人家当时也可以说 评估过程里面 一定有不同的做法 来代替他 看他可以更成本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政府往往是什么 看到什么 就要做什么 我们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三十年前的十大件事 和国民党工作 他对台湾最有贡献的十大件事 在我所说 是一个失败的件事 都是黑鲁政府建国 我们很多的构台湾人 一直是黑鲁政府建国 黑鲁政府建国 黑鲁政府建国 黑鲁政府对台湾多好 那都是五屆 那都是 去到 他本土的参谴的结果 非常 他里面的建设 很多是失败 各位你看看 如果说 很容易 有人会变成什么 叫做高速公路停车场 欸 是怎么变成高速公路停车场 你有看到 剛才開始的時候 他是頭紅衣籃都幾山道 頭紅衣籃都四山道而已 四山道而已 十幾年前才開始 旁邊還在偷關 變成六山道 翁北三山 翁南三山 這樣很多人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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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要看他肚子幫忙 不要看他肚子幫忙 不要看他肚子幫忙 不得了啦 天堂地堂 不要看人家國外國所肯人建設是怎樣 紐約八十號公路的時候 離開紐約出去十山道 二百還十山道 各位不知道走過嗎 走過去走 你們很不及喔 我們議長有 你還兩的人而已 三的人 因為我在紐約說 到了新車兩國的 我就去紐約一次一次 我都去那個 Balm Sennoble這個 舊書店去看看 我一集是 九點譜面就是這 你如果 頭到炸些什麼堅果類 放在那裡 到晚上九點我再走 我這一集的時候 所有的 這個小多科學方面的 這些書家每一個 日本市集都在這裡 現現現現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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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很多東西 有時候如果去三天就去那 三天趕在那裡 土司館所有的小多科學都给它現現現 有富財就 매 去買起來 一百年就買起來 收穫兩多 所以我經常走 八十號公路出來 入去 很方便 你去台北出来的时候 翁北两双党 翁南三双党 这都不应该 因为台北市人口的密度 人口密度 人口的密度 平方公里是超过一万的 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都市 叫你出来的时候 翁北两双党 翁南三双党 我在1973的时候 是当DGBAS的行政院主机处 Directorate General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就是有关预算 会计和统计的总局 主机总局 我在那做一档 我在那做一档 我在规划十项建设的财务计划 规划之后 我人家就离开了 离开 我去东海大家家族 去外面去日本商社商班 我来去东海台下 我来去美国设计 我来回来 部门建设都好了 我第一边 在西山坐这个国公佛的 那时候是国公佛的 这个马后的 去到国宿公佬 我也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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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练练 我说这种国宿公佬 水准很低 品质很差 我说 陆路的这个 这个鞋子就是说那些鞋子最少 我说 两百五十月 十字都会浪费 十字都会浪费 我说 还没有多久一定要偷款 我那时候第一遍 坐我就觉得这不错了 还没有多久一定要偷款 这一点 第二点 你就要塞到很近的时候 你看看看板下的日子 都没穿没穿 你这个出口家里的时候 要往哪里去 才有什么大单位 都不知道 已经家庭说 你完全了解这附近所有的 这个出口家里附近所有的单位 你都了解了 这个鞋子买到他 你都情形出错了 这是天方夜谭耶 这是骗台湾人的建设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有些青春人 讲讲不得了 多好多多好 做一句说 做公路很方便 刚才怎么办 我说那就是都 没有看到堂高放在这 一旦如果我们对国外的建设了解 你就知道说 那个建设是 可以说对国外来说 比国外来说 是用那些钱 但是做出东西 是小无间大无 所以可见说 即使是蒋经国主导这个石像建设 他还在自己管理这个高速公路的 在高速公路那时候 要冲高速公路的时候 本来预算的变算 也没有到250个 这一百个作用而已 完整的变算 他本来变以 容共一千英嘛 所以说是这样一百个 但完整的变算是150英 这种对 现实国家来说 都是不应该的 都不能追加预算的 我的大家报告也说 我们铁路电器法的体物也同样 我一开始我在雷宝回乎说 逐人去做铁路电흐法 因为当时工程所的评估是说 对斯坊海边做一台高铁 做一台高铁才一百英而已 铁路电器法的时候你就应用到 如果当中主要干道的交通 这种就要算成本了 这就是social cost 因为你的铁路在沿线做点滴电气化的时候 你的行车时间延伸很久的延长 如果说在客车 在台北出发和高雄本来是四点钟来说 你的电气化过程要走六点钟 你每个人要多两点钟要算他的成本 这都不算 只算我实在用多少材料收开的钱 这才是成本 不说时间浪費的成本 这是点 另外你在用这个材料的时候 你在进行这个材料的建设中间的时候 这个材料因为时间短 你这个预算一定要碰到 另外就是说 他的铁路电气化之后 他的效益不如对百里 现在台北市社区百里沿海边 走去到高雄这个快速道路 鐵路工廠有这个意见 他说不可以提出 因为什么 预算要50亿 这沿线做预算 这铁路电气化要50亿 现在做新的干线要一次 没钱 所以我就 我这个主张就不可以拿到预算会来说 我的主管告诉你 你不能够到这个行政开会的时候 提出这个新的方案 因为我们没有钱 只有50亿要电气化 那要100亿我们没有钱 哇 最后铁路电气化的时候 铁路电气化的时候 铁路电气化的时候 铁路电气化的时候也是100亿 这沿线完成多少 超过250亿 只采一支铁路电气化 铁路电气化的时候 第一包发出7千块 那条都带到铁路边 层层转包到 最后一个台湾人去接 最后一包五百块接 的时候 他 借人去把那条拆起来五百块回 面顶这六百五十 六千五百块 都让面顶那些人捕捉了 所以 铁路电气化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他所开除的时候 超过250亿 各位你想想这些 国民党内做 台湾的建设是这样做的 是这样做的 所以哪有成功 是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真凶 我们凶台湾人 就凶台湾人 铁路到美的特殊 哇 那天后我爱唱 说台北到高雄 点半斤 电气化要有点半斤 就会够 有没有 没有 对啊 相机也只要要 中原四点钟 对吧 这种 有人去跟他说 在立法院里面 有人跟他说 你这个是失败的 没有 只有我在1990年 我 把他展示出来 完全失败 我怎么有这些资料 你把他保留好 我如果不要想 夭壽的这些 不知道有什么 很大的闭闭 说他藏在一个梯堂里面 他藏在一个梯堂里面 他藏在一个梯堂里面 还不是 可能我离开的身体的厨 他怕有 客人家来在建设 有人想让人家去抄 他藏在一个梯堂里面 我这 EQQ空人 他就说要藏在一个什么 六年国舰 我想六年国舰 还做到台湾的 起岔嘛台湾人 要不然 石像建设 已经 把台湾人的钱 轻了 这次还做一个 六年国舰 台湾人就真的 變蜘蛛了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反对 这是亡国计划 等我去具体的说 那是亡国计划 我刚才把石像建设 拿出来说 拿出来说的时候 我就写一批文章 我定一排 六本车来 结果只存两本放在那 我还做三三三本 才五本 五本 一百十来到一百三七来 在说这件事 你们请大家 分享一下 看完的时候 还拿到图书 图书馆 和书架 放在那 看过去就好了 看过去放在那 封门 那四个 要看看 找一下 找到大家 那这些 要看看 116 到137 月 看这人也要夭壮 夭壮国计划 烟墓 騙到五五五 說五十元做電企劃 還要頂安說一百億 一百十億 一百十億你如果做好 也還好 你說你效益很高 一百十億 你如果說效益很高 一百十元開的時候 一本筆當然會超過一億 但是開得好的時候 完成的時候 二百五十億 你一本筆要不要大 會不會大一億 當然是小一億 另外你 你當時國水公要鐵路電企劃的時候 你說台北和高雄要點半斤就 就可以夠了 結果四點斤 你都沒有人負責 沒有人負責 你獎金五萬要負責 沒有人敢說 隨財富隨財開 一條送到這個地方 要送一條送到這個地方 叫你把它拆起來 說七千塊 在包的時候 自己沒做 說趁趁全包到最後一包 五百塊 他收起來做 他也賺錢 你看臉上這人 六千五百塊都不用做 從那裡滾滾滾滾 那裡 這樣不是 政三股脊跟什麼 貪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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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便說 我便說 沒有辦法接受 我便想著 我便說 我很愛找的 我不可以自己是台灣最大的鐵工廳 他們做一個大型鐵工建設 我已經尋找一個四十幾年前一個很大的 發言社區他們做遊樂設備的鐵工廳引導者 還有大同水上樂園也是引導者 亞洲樂園也是引導者 父母是信誓旦旦的父母 我要來包這個工廳 材料跳起來對我來說很簡單 我說你不用想 我說你不能花錢去跟人家穿這個工廳 他真的不信誓 花很多十萬 那時候三十幾年前花很多十萬是很大的 可以買套餐廳的 在樹林旁邊 樹林鐵路旁邊套餐廳的可以買兩間 他花公關費花三四十萬 要去跟蔣孝佑 蔣孝佑他們聽到 在那裡打工廳 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錢以後的什麼都沒有 就是說你直槍建設裡面 你要花開那個國民黨的集團 那些黨營事的 你要去跟他打工廳 你如果沒有太多用很多錢的心 弄他有多弄他爽快的心 哪有可能說讓你打工廳 所以你要口徑說這 凡事有建設 就是有貪污 越大的建設是越大的貪污 這六十幾年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尷尬到這樣 但是那裡有得看 咬死的 是不是黑毒的 咬用錢 比較大的八錢 掉下去 他的回收絕對是很豐富 很豐富 你看陳其嶺 在台北市的捷運裡面 五千億裡面 我1989年跟陳其嶺 可能是同一隻飛機 在舊心山回來 過一年以後他說 他在辦公室在那裡 指揮指揮作證 層層轉包捷運工程 一年裡面賺多少 賺100億 我參觀我兩個人 認真打拼小文中 讀書 寫人報告 兩個人多賺100萬 你想想看 有關係跟沒有關係 有背景跟沒有背景 差在這裡 我們是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們看不開那個體制 也看不開那個人 所以說起來 我們就是要堅持 我們堅持 我們走我們的路 我們將來絕對不能這樣做 我們才有辦法把台灣建設好 再來 第二大主題就是財政收入的估計 經常收入 資本收入跟財務估計 財務收入都要估計 這個估計不是說 憑空而來的 不是說 像過期績效 預算的時候 還是說 地增制度 哇 去年 經常收入是一千億 我們今年要變一千兩百億 資本收入是五百億 我們今年要變什麼 變六百億 可以嗎 也可以 但是這是很錯誤的 真的要將經常收入 稅務稅收這個東西 做一個估計的時候 他要經濟很多收入 這個就是 這就是我以前在 行政主義處 那個全國總工需小組 裡面 你做工作 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說 你對這個每一種的稅 要看說 過去這年經濟的狀況是怎樣 明年有可能怕什麼 看到的方向 是經濟的經營比較好 還是比較壞 如果比較好的時候 你的成長率大上會怎樣 這個時間 這是GDP 還是GNP 他這個 買去的時候 這次是 2012年 去年在這裡 今年是不是會到這裡 買去到這裡 你是這樣 會買到這裡 是不是有這個情形 這樣 你去做預測 預測的時候 很多條件 很多變數的 影響值 他這個地方 要再點下去 還是要再買下去 還是這樣去 這都要做一個 低推估 中推估 到高推估 最高最高你的成長率多少 如果那個 或是說 他電動 經濟的情況不好 比如說 蚵仔問題可能 比較不好 或是說 蚵仔問題可以得到一個 它會比較好 或是說 不管怎麼樣的時候 要是 在那裡 躺在那個地方 所以情況不太好 才是 往前走 變的變的就沒有什麼 變法 這都要做判斷 然後 在這個 年度進行 開始說 我們現在要變2013年 預算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開始研究 研究說 今年的經濟經濟 明年的安裝 然後 來提出說 咦 我們如果是稅不 並沒有增加 稅率也沒有增加 在經濟經濟之下 現實的狀態底下 預測 未來半年 或是一年後 它會安裝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稅收的推估 這些都這樣 資本收入 經濟收入的 會推估 資本收入也一樣 所以我們收入就是說 說 經過這條求的人 過去多少人 未來會多少 當然 一般來說 是說 人口增加 還是說 經濟活絡 過程的人 比較多 所以收入 過程府的收入就是會增加 類似這樣 跟國營收入也會增加 你就可以去評估 他的資本收入 這都要等級的 有資料 來做研究 不是一個人做的 如果你是有一個group 一個團體 一個單位 等級的做這個研究 我們以前在這個全國總工需 小組 剛才我們是領美媛的 這是美元單位 美媛的那個單位 美媛的單位 在做這個評估 所以 我初初在這個單位 的時候 我是會評估的時候 我的薪水是6千塊 我們大學同學 比較 在銀行上班上課 美國銀行上班上課是4千塊 如果是國中教學的國中老師是2千塊 我們在做這個工會 拿美媛的時候是6千塊 因為那時候 建立的是什麼 建立的是全國總工需小組的東西 公設小組 就是在做什麼 就是做國民所得 就是GMP 的總體模型 我們開始在做 總體模型的推估 就是說 中國的這個 經濟社會裡面 我們的Y就是 GMP 國民生產也好 C就是消費也好 全台灣全國家 所有人的消費有多少 所有人的投資有多少 政府的預算應該是多少 稅收 跟這個 我們的經濟 一年中間 這個 出口有多少 出口用X代替 代替 它受到 你的費力的影響 明目費力 跟其他國家的國民所得 就是Y 非台灣的 非台灣的國民所得 這當然是定義 所有其他國家 不是台灣的所有其他國家 有Y I 這個I 等於 E到N 通常是 貿易密切 貿易往來的密切國家 像美國 日本 這類的國家 還是歐洲其他國家 這樣 要減掉什麼 要減掉這個 金庫 金庫也是受到明目費力 跟我們台灣的 本國的那個 那個 這是T嘛 我們台灣 我們用T 我們本身就不用了 我們就是在估計這個東西 明年 你 你 中國台灣的消費能力 有多元 消費能力就說 那個 消費醫院有多元 現在要看什麼 看其他的因素 看你的利率有多元嗎 利率有多元嗎 你太多元 我就 就變數 用這個 用總體模型來推估 我們的總體模型 剛才四個時候 也是很簡單 怎麼怎麼複雜 這次差不多 一個模型 200多的方程式 就是 年利方程式 我們剛才四個時候 那個年利方程式 很簡單 差不多20個 30個方程式而已 全國的經濟 把它納入二三十個方程式 去做那些 每一個變數 的時間數列的資料 每一個變數 對 三十年前還是一十年前 開始出來 用那個 計量模型的方式 來把它推估 那個變數推估 所得税 整個税收多少 過去 過去 十年 十年 三十年的 税收的資料 來把它推估 明年會怎樣 明年税收多少 税收多少 我們預算的變數 旅市 這樣 這些都很複雜 這些很複雜的 這些很複雜的 都是研究所的課程 大學的部分時候 是經過該税說 喔 我們的GMP的組成 是什麼 跟研究所的時候 就說 欸 這個消費水準的 怎麼變化 投資水準的 怎麼變化 税收的怎麼變化 跟出口跟進口的變化 這是我們GMP組成的 這個公司 這個方程式 是總體經濟裡面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支出金融裡面 支出金融裡面 就緊記什麼 欸 你這次 這些東西都退出來了 你會知道 你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 有兩個部分 政府支出一個部分 就是經常支出 等於 G的經常支出 就是current 或是consumption 叫政府消費 還有政府的什麼 政府的資本形成 政府的資本形成 就是我們的公共建設 要分成兩種 這種的往往是比較固定 比較固定 這個比較固定 這種就要兼記什麼 兼記你的那個 財政能力的時候 有一個 一定要用的東西 就是說 那什麼實相建設 就是熟這部分 有那個破切性嗎 如果破切性的時候 他要籌備那個資金 所以支出計畫的一定是 通常是 兩年 一年兩年 不是說 我馬上是要做就要做 那是實相建設的時候 當中已經 本來是九行 還要一千億 結果人家說 不然你就多一行的時候 不然才是十全十美 結果怎麼多一個台中港 怎麼做 你台中港臨時 想要做的時候 怎麼過去一本 時代所做的那些東西 都拿著拿著看 跟蔣經國說 日本時代他們都有規劃 但是 好像 飄沙太多 不適合建港 不過 以我們的技術 可能沒辦法 控制這個飄沙 所以 每年出境的費用很高 而且 在這裡效益不多 來 蔣經國 好大喜功 好大喜功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做到什麼程度 做到一分比要大一 結果算出來的 最好結果算出來的什麼 一分比是2.54 2.54 當然可以做啦 說那250億 說那250億 你算我沒記不記得 那時候變250億 但是呢 政政會這樣規劃 坐在 辦公室裡面規劃說 這個到1991年 台中港工業區 台中港區人口 就是 那幾個 我們說 36 清水 5000 到 10 到不知道 大多 4個行程序 到1991年 人口會升到50萬 50萬 這次去看 這裡有40萬就不錯了 而且還說什麼 到1991年的時候 台中港工業區的 台中港區的那個 台中港的那個 港区可不可以吞吐量要跟基隆一樣多 所以效益很大 該做該做 你看這 港座人員一直貼美獎金額 說好話 該做一定會成功一定會很好 對台灣未來 今天發展多大貢獻 跟多大貢獻 現在有嗎 1991年薪金額也不至50萬 我在1976年的身體 我就寫一篇研究報告說 根本完全是無所謂的 因為什麼 到1976年的時候 他的那個人口一直在離開台東港区 六個月是東北風 海鮮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 重年海鮮一直在一起 那個大貢獻在一起 因為什麼 大貢獻吃水比較刺激 來到那裡底部都刷了 所以每年要輸出 輸出很高的 跟現在一樣 我是走到那裡的防波堤上風的 已經那個防波堤 從海邊一直進去到海中 差不多兩三百公斤的地方 我是走到那個地方去看 那水像那三個月 那水流過來的時候 完全都飄沙一直在一起 這樣 那是一個失敗的價位 所以一個計畫不能衝突成形 一定要經過一年兩年 甚至三年的評估 哪像高鐵計畫 高鐵計畫高東坡 高東坡在規劃中間 因為本來許勝發工 一千億我就可以做高鐵計畫 因為日本人來高鐵 一千億他就可以做 許勝發工 排庄府說 我要接一千億 VOT 說都沒了 說都沒了 不如你接不來我股膽都沒了 所以拒絕 要由交通部來規劃 說四千億 交通部規劃四千億 所以我去交通部開門 我都給他打開了 說你們的規劃 成本太高 還有你們因為成本這麼高 所以你們那個那個 效益的部分 你也高鐵得太高 高鐵得太高 就是說 具體效益來說 我們沒辦法說 但是 非具體效益就是說 看不到的 intangible那種的效益 你也估計太高了 所以我才跟政言說 不然我們在做價位的時候 不是那個 具體的效益那部分 就是間接效益那部分 不可以過太多 加上去 直接效益的百分之三十就好了 那這樣的時候 你就賀賀花錢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計劃支出 你一定是要看 要等級的幾個 不可以親親彩彩彩的 一般來說經常支出 是比較不用 做比較詳細 但資本支出一定要 稅務支出這個 不應該在這個地方說 因為 稅務支出在台灣 都是什麼 對工廠自己的補貼 那種產生條例 獎勵投資條例 這個稅勢支出 沒有 不過我們看成本 效益分析 這有一個 直接成本 間接成本的估計 這個估計 一個公式 在那個地方 那公式 就是 我應該把他 寫 寫下 用具體的寫出來 先 兩個公式 在那個效益 跟那個資本裡面 可以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 變成一條公式 比較具體 我們來看可能 比較清楚 就是說 基本上是 那個 我們說一本筆 一本筆是 它的總效益 效益的限值 跟成本的限值 來比較的 效益的限值是 對 對 開始效益一直到 這個結尾 結射完成後 這個東西 這個結尾 還是這個空洞 用到 30 或者5 你說50 就要 踢就是50 30 就踢就是30 這樣 要用你的 利率 該 該 該平檢 這個 踢就是 在這裡 這個 這個V就是 這樣 這個C 就是成本 這個效益 來看 也是T 等於0 跟這個T 來說 你所有50 每 從開始 規劃開始的時候 你的 成本 規劃也是成本 開始建設的時候 你買多少工材 多少水泥也是成本 這 額就是利率 市場利率 這樣 出來 但你看 我們剛開始 建設的時候 T1 T0 是很大的 很大 大於0 就用大於0 很大喔 大於0 T1 可能更大 T2 T2 也更大 它就開始完成了 五年來講 或是三年來講 這三年就差不多 C T3 也很大 完成了 T4的時 是大的0 但也很小 完成了 就是 開始營運了 所以你現在還要 維護費用 還是變動成本 這都是固定成本 這規劃下去都 都很沉默 規劃之後 規劃費用就是 沉默下去了 工材 還是說水泥沖下去 這都貼在那個地方 這都很大 很大 但你建設完成的時候 就比較小 一小 就是要費用 你用人數 費有的不的 營運費用這樣而已 米呢 米0呢 0 剛開始都沒有半個收集了 你就要規劃而已 米1 米3的 還沒做好 也是0 米2的 也是0 米3的 也是0 米4的時 你開始做的時候 這裡開始大的0 這裡很小 你拉久 這在工廠 讓你完成的時候 拉久的時候 米4的時 米5的時 開始增加 米6的時 一樣增加 米20的時 是很高 很高 很高 會很高 但是你如果做這麼久的時候 你看到50年 米5的時 米5的時 它又很小 啊 舊了 相對 舊了 你如果是都不要修理的時候 發生出橋 沒人敢坐 所以在中間的時候 你現在 你現在 C貨很小 對嗎 但讓你到C20的時 你維護費用 會再大起來 到C50的時候 可能都要貼到 頂著 所以如果沒有 你很小 所以就是這樣 你要看這個 整個規劃 你要看 它那個benefit 它的變化 可以計算的部分 直接消費的變化 這樣 這個成本 剛開始很大 才會進市 這是怎麼說 這個價格 如果長久的時候 機要 你有民眾 有那個需求的時候 當然它消費 不會輸這個成本 但是你如果是成本很大 就說我要 去外太空 你怎麼送人去月球 你要花多少錢 打多少 那個 那個火箭 你這裡要花很多錢 但是去外太空的時候 你在那裡 你考慮說 我這個東西 我在外太空可以什麼 可以發射什麼 武器 去把我的敵國摧毀 不然我們說 要送人去這裡 我們沒有那個 蛤蟲 不能吃那個蝦油 所以整個成本 消費分析是 變化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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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來 這是給你分析說 B跟C的變化 所以我們評估的時候 這個資料 都要做long term training 的那個 趨勢 長期趨勢的 推估 我們的 判別標準 這個價格要做 不要做 大於 等於 或者小於 一 一 等於我們所有的東西 這個 我們看著說 這個出來的時候 看著說 是一個 叫做 X X 我們建設界 有很多 所以我們用 xi I 等於 1到 N N個 每個都要大於 等於 小於 1 所以我們的預算 我們 預算 預算是固定的 8 是固定的 叫政府的 支出 是固定的 一年多 來 我們變預算 有一千億 對 我們 對 我們擺 X1 相關的 要做預算 做預算的方式 就是 第一個 價位 一分比相關 VOOC VOOC最高 告訴說 他是5.5 是很多 X2 X2 是5.0 X3 是4.0 X4 是3.0 X5 是2.5 X6 是2.0 X7 是1.8 X8 1.2 X9 1.1 這樣子 X4 我想像什麼 像1.0 就是這樣 勉強等於 但是我們在這裡 在開除的時候 告訴我們這就要3千億 這就要2千億 就5千億 起來了 再來這1千億 現在2千億 多少 就5千 8千 這1千億 現在1千億 好了 你即使1.8都買 所謂排列優先順序就是這樣 優先順序代表說 它有急迫性 民間有強烈的需求 因為民間有強烈的需求 代表說 你如果有這個時候 我的經濟福利很高 這個民間雖然高於1.8 但是沒有強烈需求 這是我們編預算的原則 我們有強烈需求 你要這個東西比這個東西 當然有強烈需求 所以排在第七 但是你錢不夠呢 你如果真的要不夠 這個要花多少 這個要五百的 五百的 五百的 好 現在問題 我的所有 這裡已經1千億了 一條 一條 這是一趟 應該說一趟 比較好說 沒有 現在 到這裡都一條 這個五百的 1.8也不錯 不 沒關係 要問什麼 問民間說 這個五百的 要做這個 如果想說要做這個圖 現在不是空間基地 現在不是在出銷 因為台灣民間就要離開了 所以空間基地就要取銷 空間基地有幾個百塊 我們就建議說 我們這個地方 大家創一個 運動公園要五百 不要 大家來投票 不只我沒錢 所以有這麼一條 要創到這裡的時候就已經一條 如果要做這個五百的的時候 大家加稅 好嗎 很多人說 這有那個價值的 特別討論 人家說這有價值的 好好好 大家都贊成 我們都贊成說 蓋一個 國家型的 代表台灣 我們的國家 一個大型的 運動 運動 要來辦什麼 辦世界運動 大家都贊成 好 增加稅 我們選的稅 方式很多 對所得稅 複加 還是對房屋稅複加 還是對土地稅複加 複加 複加 都可以 Q5 多少五百的稅 來做這個五百的價位 這是這麼正當的 過去我們所做 這平常不是這樣 好 這這樣 中間說 開開這裡一條 不夠錢 來救錢 這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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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零連酒 一本比零連酒 也做下去 再來救錢 所以就恰意發生 那就是什麼 錯誤了 合理的預算 我們 那個規劃 就是 你有多少錢 做這 有多少錢 你無到這個時候 就 跟這位置 你說好 這個價位很好 很重要 1.8很好的 效益很高 要做沒關係 效益很高 我們就要對 民眾 求稅 不要增加負責 如果沒有那個稅 我們也不要做 這個東西是什麼 跟我們的國防有關 因為有可能發生建政 有可能發生建政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買什麼 要買F22 一個F22 500億也就買下去 不然我們建設 我們這些建設都不好 那意思 對財政的問題就是要保守 要恢復到傳統觀念 就是凱因斯 1936年以前 古典學派所說的 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情 你若是 有靈力的政府 有靈力的政府 他的經濟政策 可以讓你的經濟 經濟 一直理性 就是說 重複的 增加你的經濟活力 經濟活力 如果不夠 你稅收就充足 稅收充足 你建設的經費 都不夠 你就不用欠錢 所以 我們的政府就是需要 這種的 很多 一流的財政 來 進行我們的建設 就是說 我們想說 我們的產業經濟部門 一定要去扶持 經濟我們的主管 經濟我們 本身的社會資源 和自然資源 來發展我們的經濟 還有 了解世界的市場是怎樣 把我們的產品 外銷去海外 如果我們外銷後 我們有賺很多錢 如果我們稅收 如果民眾賺很多錢的時候 自然資源 你資源是欠錢的時候 民眾也 搞得比較多錢 來做我們的建設 如果這樣一直在 有良性循環下去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所以問題就是說 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經濟 內閣的所謂 我經常覺得說 萬壇就是 二十幾年來 我們台灣的內閣都沒有理想 內閣的那個共識很難三星的 旁邊時代的改革的時候 就是說 很多短命的內閣閣員 那財經內閣都沒有辦法產生共識 對一些財經改極 要做的都沒有做 你認為時代的觀點就是說 它所用的財經內閣 都是蔣經過的流亂 都沒有新的觀念 對台灣沒有新的 綁慢到沒有新的規劃 所以經過我們已經 農夫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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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做很好的事情 我們成本效益分析 裡面的這個 第四項就是個別激發取捨 就是對這個表來 有權順序的排列 有權順序排列 才看你多少錢 做多少事情 就是這樣 鐵籟方案 剛才說過 就是一定要有規劃 我看過 台灣的預算書 國管局的預算書 差不多都看過 中央政府我也看過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鐵籟方案的設計 我一找不到 就說我因為鐵籟之後 我一些資料都放在 我老家的那個那個 本境裡面 我本境 改氣改改變成 書庫一樣 三十六星的車放在裡面 都要不去透過 所以裡面有一個 我有一本 美國岩湖城的預算書 應該是三本 三本岩湖城的預算書 裡面實在很像 他們每一個家委都有替代方案 有什麼 給他們的市政委員去做選擇 他們是委員做的 岩湖城應該是有這個委員 輪流當主席 當主席那個時候 就好像是市長 如果沒有當主席的時候 他就是委員 所以他們那個制度 美國的地方政府的制度 他的地方政府的制度 都有彈性 你們自己去選擇 你們的制度 要有委員制 要有經理制 市政委員去聘請 市政的專家當經理 像我就可以去聘做 市政專家當經理 來法律的市政的建設 類似這樣 有的是市長制 這裡有民意代表 就是市民代表 請我來說 我們將來要改進的 我們的預算制度 是很多很多 我今天說比較多 是中央的 中央的預算 在地方的預算 往往都 很多都 軟邊 沒有那些錢也要變那麼多 我肯定 我肯定 我一句